大家心心念念的1.5T版本来了 这意味着不到12万 就可以把这台亮丽动感的MG7 1.5T DCT至美优雅版开回家 之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MG7 2.0发动机版本的车型 当时它性感的溜背设计优雅的列装姿态 就博得了大家的喜爱 那这一次1.5T版本最主要的意图 还是让MG7的价格区间变得更为宽泛 让更多的消费者有机会入手 1.5T版本的动力系统是上汽蓝芯第三代1.5T高功率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获得过中国新10家发动机的称号 它匹配了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那最大马力是188匹 最大扭矩是300牛米 其实从数据来看 对于都市生活的小伙伴就已经妥妥够用了 那实际驾驶起来也是整体的工况平顺 享用非常迅速 在操控方面呢 1.5T版本与2.0T的版本一样 硬件软件部分都依托于上汽珠峰激烈一体化架构 那机械素质是相当不错的 它拥有84%的高强度钢 它还有31000的整车钢度 那这对于车辆操控的稳态和长期使用的耐久性 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另外就是驾驶过程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它转向手感非常细腻 指向也很精准 因为它采用了双小齿轮转向 以及VGR可变转向比传动系统 让车辆转向更加的线性和高级 虽然入门的价格低了 但是那些博眼球的配置依然都是标配 比如说物矿车门电动尾翼等等 毕竟态度还是要拿捏的 另外就是1.5T版本内饰的整体设计 与2.0T的版本基本一致 车内都标配了 包括33英寸一体式的显示屏 还有哪怕真皮材质 9扬声器的Bose Premium高级音响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喜欢 也非常实用的配置 还有就是它整体的内饰设计 依旧是透着高雅和精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